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Laina 今天的影片是要跟大家分享 有看到标题就是有关防晒乳 是来自奥西亚寄给我的防晒乳 我觉得它是防晒乳吧 因为它这里就是这个 有看到吗 盒子是长这样的 然后里面包装是长这样 然后他们本身我是LT的Angel 也就是他们如果有新产品的话 他们都会先寄给我来试用的 然后我里面先收到的是有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卡 然后还有三个那个蜜粉 蜜粉 三个不同的蜜粉 是他们家做的蜜粉 然后这个蜜粉我是还没有用过啦 就是还蛮新的 那我先 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这个 Petone Vevelt Vevelt Sunway 对防晒乳 它有SPF SPF50 然后PA4个加 然后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本身是比较 对防晒乳是 怎么说 是不爱 擦防晒产品的人 如果你是没有选对 就是有一些防晒乳 我就用了一整天会感觉到蜜油油 然后我就感觉到 那个妆很厚重 就感觉黏黏的很不舒服 我就很不喜欢擦防晒乳就对了 但是到这个的年龄呢 防晒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擦防晒 真的是很快变老 然后真的是会长缺斑 或者是斑老的斑之类的 你看我脸就很多了 这就是我没有擦防晒的代价 我之前也有找到我喜欢的防晒 然后刚好他们也有新出的Petone Vevelt Sunway 防晒乳 我觉得是在我经过了两个礼拜的测试以后 我觉得效果我很满意的 这个影片呢它不是业配 因为他们是把东西寄给我 然后要我用真心的分享心得来分享给你们 我喜欢LTR的地方就是他们 就是想要真心的分享心得 而不是那些就是为了讨好厂家去分享的 所以我蛮喜欢分享他们LTR的产品的 所以这个影片你们可以放心的看下去 这产品的主打效果呢 就是它可以很控油 控油到然后你一整天可以感觉到很滋润的 不会让你感觉干干肌肤 是干干的然后脱皮的状况 我知道有很多控油产品 虽然是很控油 但是它会让你感觉到皮肤很干燥 就是会脱皮的现象 这个呢它虽然是质地是白色的 白色就是你就打出来是白色的 但是它不会让你感觉到你 其实是带面具出闻的那个感觉 是没有这样子的效果啦 然后它是有一点牙光 它不会像你涂了布后呢 有一些防晒 防晒产品它会可能涂上去 然后你是油光满面 这个是不会的 因为它有控油成分 所以它控油 就不会让你看起来干干 然后也不会感觉 就是它不会让你感觉干干 然后它还是让你滋润的 所以我那个感觉很难去形容 可是我很喜欢 如果我是用一些控油的产品 比较太控油的话呢 我会彼此就很容易出现脱皮的状态 很快很明显 就会看到这里就脱皮很厉害 然后这个我在两个星期里面使用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一整天是没有油光满面 然后是整个就是很舒服 也不会感觉到有厚重感 然后想要赶快卸妆的那个感觉 以包装来说呢 它是非常的很简单的设计 就是白色跟粉红色 然后有字体这样子 然后后面呢 它是韩国韩文的 然后呢打开使用是这样子转 然后也这样子很像 运行眼镜要水的感觉吧 就这样子 然后挡出来呢 它就很容易去控制那个分量 所以这个设计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使用之前一定要先摇摇 有听到吗 它就会有可能有东西在里面 就是把它冻了 里面的成分给它摇筋均匀才使用 至于香味呢 它是蛮OK 就是它就是非常微非常淡淡的香味 这里成分是有说 它是用天然的成分去组成的啦 然后成分呢 它是使用Gammas Rose 我这个汁 我不会碾脆菇 是可以让你有融化 然后可以有滋润的效果的 它是什么要跟你们分享的呢 就是在我使用的方法 就是每一天保养最后一个步骤 那要使用之前先摇均匀它 然后慢慢以差不多这样子的分量吧 对这样子的分量 然后可以涂到我整个月亮脸了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用蛮久的 它这个是55ml吧 价格方面呢 它是价格是43块 马币而已 然后也很好用 那我个人是觉得 推荐指数呢 我是给4颗新的 那持久度呢 我也给4颗新的 然后质地我也蛮喜欢的 也不会感觉到油油 完全是没有感觉到油油的 很舒服 我整个过程是很舒服的 所以是给4颗新 然后我个人喜欢呢 那我很喜欢就是4颗新 那至于为什么不给5颗新呢 我还是要有一点保留 毕竟我还没有找到它的缺点啦 暂时还没有看到它的缺点 所以我还是有所保留的 但是对我来说4颗新也蛮高的 就是我蛮喜欢的 好啦就是这样子 我的简单的分享就到此了 那3个粉呢 我还暂时是还没有用过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影片 跟你们分享使用心得 我也必须要先试用才能跟你们分享 这个也是控油的粉 如果你在寻找一个控油的防晒产品呢 你不妨可以考虑这个 那我的影片就到此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点个like 然后留言给我 那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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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